男人猛眼急速六十卖闯红灯 叮一万美元到账 女人无安全措施在十二米高空行走 叮一万五千美元到账 这是一款来自暗网的适当APP 你敢来挑战吗 今天说一个人性的故事 玩命直播 最近城市里多了很多疯狂的年轻人 这个男人讨的铁轨上 任由火车从身上碾过 女人掀开裙子 等着所有人的面露出屁股 一群人纷纷从悬崖上跳下来 各种不要命不要脸的玩法应有尽用 但在他们脸上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一个个都跟疯了魔一样 盯着手机里不断上涨的余额傻笑 因为他们都在玩一款叫适胆的APP 这款APP里有两个身份 一是玩家 二是观众 观众负责发布任务和打钱 只要有玩家敢直播完成任务 就能获得全部赏金 任务越难 奖金越高 只要够胆 谁都能拿走奖金 但有一个禁忌 就是不能当告密者 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是暗网里的东西 可想而知 待在这里的人都是一群变态 不过就算如此 还是有很多人 见不起高额奖金的诱惑 一个切一个的往里跳 女孩莉莉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她第一次直播 任务也很简单 只要找一个陌生人接吻就行 她一眼相中了一个男人 上去扒金了一口 一百块奖金顺利到账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发现自己和男人的手机 同时亮了起来 有新任务 原来男人也在玩直播 现在观众让他俩一起去商场穿礼服 于是男人骑着摩托带他来到了商场 按照任务要求 两人都迅速穿好了衣服 既然都是同伴了 男人就主动介绍自己 他叫平头哥 此时 一个路人甲偷偷潜入食衣间 拿走了他们的衣服 他也是玩家之一 与此同时 莉莉和平头哥接到任务 要求他们立马从商场出去 莉莉一看食衣间没衣服 顿时慌了起来 还不能把礼服偷出去 所以俩人只能关着屁股偷偷溜走 却发现 礼服早就被放在了摩托车上 观众们已经付了钱 莉莉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不到一个小时 自己不但白嫖了一件几千元的礼服 还有了几百奖金 这可比辛苦工作赚得多了 有了这次经历后 原本胆小的他 胆子大了起来 还和平头哥看六十脉 在公路上闯红灯 这样刺激惊险的是 让他排到了主播热度前十名 另一边 观看他直播的闺蜜不乐意了 自己又是仙裙子又是放屁的 玩了那么久才小有名气 莉莉才玩了一个晚上 就名声大爆 心里不平衡的他 立马给莉莉打电话 莉莉随手就挂掉了 还在平头哥的诱导下 说了很多闺蜜的坏话 看直播的观众们愣了 闺蜜也尴尬 莉莉以为自己关了直播 正在巴巴的说个不停 气得闺蜜立马开播 让观众们把最难的任务交给他 很快任务来了 只要他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在高空中沿着梯子 从这栋楼爬到对面的楼 就能拿到一万五美元 这可是十二米高空啊 他虽然害怕 但还是颤颤巍巍的上了梯子 爬到一半脚下一滑 半个人直接悬在空中 手机更是掉了下去 摔了个粉碎 任务失败 莉莉直到后准备过来安慰他 却发现 闺蜜竟和自己喜欢的男生上床 他瞬间感觉遭到了背叛 俩女孩当场撕逼 旁人非得没劝阻 还拿起手机开始直播 这时莉莉又有了新任务 是闺蜜刚才的任务 她毫不犹豫地接下 抱着仇恨 她顺利走过了高空 直播间里所有的人 都在为她欢呼叫好 两个姑娘的友情 算是彻底完蛋 此时黑客好友拉住莉莉 说自己刚刚经过调查 发现这一切都是平头割倒的鬼 因为她的任务 是挑拨两个女孩的关系 莉莉瞬间崩溃 她觉得这个游戏处处都是欺骗 于是她找到警察准备告发 但这个游戏的铁则是什么 就是不能告发 很快一个男人冲上来 她一拳打晕莉莉 当莉莉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一个蜜蜂箱里 前面只有一台电视 再不停地翻滚很多信息 原来这个游戏除了玩家和观众外 还有第三个身份 那就是囚犯 告密者就是囚犯 囚犯的信息会被公布到网上 受到各种人的控制 没有隐私可言 而平头哥也是囚犯 他因为亲眼看见一个人 从高空坠落就去报警 说这个APP在指使人自杀 但警察说这只是意外 而他自己则成为了囚犯 然而如果想摆脱这个身份 就得参加最后的决斗 随后 他们来到了一个决斗场 这里围满了观众 他们欢呼雀跃 就像刽子手一般 只使莉莉和平头哥自相残杀 只要他们其中一人开枪 活着的人就能摆脱囚犯身份 莉莉和平头哥都不敢下手 旁边的观众 大骂他们没胆子 是孬种 仿佛他俩不是人 只是斗牛场里的两头牛罢了 一声枪响 莉莉倒下了 是一个观众杀了他 本来还在叫好的观众 看见真玩出了人命后 全跟踩了尾巴的猫似的四三而逃 他们都大叫 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杀的 仿佛刚刚起哄的不是他们一样 此时 手机又响了 上面显示 你就是杀人犯 一个又一个观众的个人信息 出现在网上 看来 这些人一个也逃不了 因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 全是罪犯 这部电影的反逢很明显 观众就是网上的键盘侠 把自己的负能量传播给其他人 用各种脏话 侮辱不认识的陌生人 甚至希望他去死 但这个人死了 他们又立马撇清关系 辩解自己不过才说了两句而已 几句话就撇清了关系 还真是随意 而如果真有这么一款APP 你敢挑战吗 好了 这里是萌妹电影 我们下期见